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清隆將一條細的繩子 和一條粗的繩子 接在一起,如這個圖所示 好,那我們來看看第一小題 他說 抖動細繩的一端 則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我們先看第一個選項 A選項 當神波傳到A點的時候 傳到A點 神波會立即反彈 並與原來的波完全抵消 不會啦 不會完全抵消 結果他傳過來的時候 有一部分的話,他為什麼呢 他會繼續前進 會繼續前進 為了方便起見的話 我講射起一個波好了 直起一個波 波進來的話 他進那個 進到那個 新的戒指 他那個 波的那個正道方向不會改變 但是正弧 他會變小 有一部分的話 他會反彈 變小 這兩個能量加起來 等於進去的能量 所以這兩個分別的能量都比他小 所以他那個正弘 他會變小 這個正弘也是變小 好 他說會完全抵消 是錯的 進去的跟出來的 不會完全抵消 因為他 他那個什麼東西 他的那個正弘 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A選項的話 是錯的 這樣看B選項 B選項的話 他說當神波傳到A點後 神波的話 立刻消失 神波不會立刻消失 這也是錯的 傳到這裡的話 有一部分前進 那有一部分的話 有一部分的話是後退 這是反射 這是透射 這樣看C選項 當神波傳到A點後 出的繩子開始抖動 這個對 當傳到這裡的時候 開始就震盪 這是對的 這樣看來D選項 D選項的話 他說 細繩與出繩的波數相同 這錯了 這比較慢 這比較快 輕繩的那個波數比較快 重繩的話 波數比較慢 輕繩比較快 所以這是錯的 他說波數相同是錯的 所以這一題答案應該要選C 這樣看第二小題 當波動傳到A點之後 會改變的性質 有哪些 傳到A點的話 他應該是問說 這樣進來的時候 傳進去 傳進去的波 跟進來的波 做比較 我們看這個甲 甲他說 這個 甲的話是甲是說 這是頻率 頻率不會變 這個頻率 每一點的震動頻率都是一樣 這個頻率 會改變的 甲頻率不會改變 所以甲是錯的 我們看乙 波長 波長會改變 波長的話 他會變短 因為他波數變小 這會改變 我們看丙 政府也會改變 他比他政府要小 這個是對的 丁的話 波數 波數當然也會改變 會變慢 他會改變 再來我們看看 再來看看這個什麼 加乙丙丁 就沒有了 所以答案的話 應該選乙丙丁 所以這一題 應該要選B 就是乙丙丁